哈喽大家好,我是Lily 现在呢我在玉林市的江滨路这边 这边的一条街呢 基本上就在卖中秋要吃的月饼 还有柚子 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美食小吃 今天呢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月到15份外名 人到中秋情更浓 又到一年中秋佳节 我相信每到中秋节前夕 每个城市都有一条月饼街 有大量厂商在对月饼进行促销 广西玉林市江滨路就是这样一条街道 这里聚集了大量的月饼厂商在售卖月饼 有五人叉烧月饼 莲蓉月饼 哈密瓜月饼 草莓月饼等等 基本上是广西月饼为主 平时超市里上百块钱的月饼礼盒 在这里只用花几十块钱就能买到 包装精美 料足美味 另外 还有我们小时候的记忆 铜装月饼 一桶包装有四个月饼 十块钱到十五块钱就有两桶了 虽然包装简陋 但味道绝对正宗 非常受广大市民的喜爱 我就很喜欢这样的铜装月饼 这边的月饼呢是十块钱四个 和苦的 这边的月饼呢基本上都是很便宜的 因为今天刚好是中秋节 看这边有100块钱四盒 这是铁盒装的 还有十块钱一盒四盒月饼装的也有很多 怎么样了买了 这一盒多少钱啊 十块钱而已 真便宜 里面是四个白脸熔 但是我没喜欢吃的 你为什么喜欢吃白脸熔 不喜欢吃哈密瓜跟草莓呢 哈密瓜太甜了 白脸熔刚刚很适合 嗯我也觉得 我也喜欢白脸熔 我们再去看一下其他地方吧 走 一百块钱七盒 这边的月饼一百块钱七盒 红装呢 这是干嘛干嘛的 零用的零用的 白脸熔 这种十五块钱两天的 买吧 这边是白脸熔 这边也是白脸熔 五人叉叉 除了月饼以外 必不可少的是水果 这个季节最受欢迎的水果 非柚子 葡萄 和哈密瓜莫属 这边呢 就是水果 应该是葡萄 蹄子之类的 天价一弄 十块钱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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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几种了 五六斤 十块钱 在这条街道 有很多商贩在对肉质进行促销 十块钱五个 五块钱五个 一个比一个便宜 真的是错过这条街就没这个优惠了 这么大的便宜 我都忍不住下手了 屏幕前的你估计也会跟我一样吧 好了 这一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今天是中秋节 我要吃月饼赏月了 祝大家中秋快乐 团团圆圆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